哪吒角逐奥斯卡最佳电影讲 国曼之光 在国外是否能大放异彩 说起来哪吒之魔童将士 想必广大的网友们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这一部由饺子指导兼编剧的电影 掀起了国曼的热潮 这部电影的编剧也是饺子 它大胆的构思 突破了传统的哪吒的故事主线 增加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增加了亲情的感动 也增加了对命运的抗争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种的感情寄托 才会让这部影片变得有血有肉有灵魂 看完让大家有所感悟 有所收获 由于票房的持续走高 哪吒之魔童将士也开始包揽了各种电影奖项 最佳动画编剧奖 最佳动画导演奖 最佳动画长篇奖金奖 可以说拿奖拿到手软